我們接著來看一下就是讓大家知道怎麼樣使用這個雲端板的Blocklin 我們剛剛提過它有比較多的功能嘛 對不對 但是它建立專案的方法也跟我們之前在用體驗板跟模擬器不一樣 所以現在請各位按一下左手邊這個程式積木 這個你從這個按進去 進去有沒有發現跟我們之前不一樣 並不是馬上就開始寫程式對不對 是它會有一個這個介面 那你稍微看一下因為它雲端板的話 每個人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好像是20個專案還是50個專案 你們20個我50個另外一個1000個 不一樣嘛因為我用比較多 在這裡你可以在右上角這邊應該是我上角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數量 就是你使用的但是各位你有沒有注意到後面還有一個 這個這個我就跟你們一樣了有沒有0跟1 這個叫雲端部署什麼意思 你記不記得我們昨天都是什麼 是不是都是在block裡面寫一寫然後按執行 那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把你的電腦關掉了你的程式還有在執行嗎 沒有了 所以他去年有推出這個雲端部署 就是如果你程式寫好了 比如說像我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溫濕度對不對 這裡 我假設要執行這個程式 但是我又不想開機也不想開手機也不想開電腦 你就在後面這裡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一個雲端部署 這時候你按下去你有六個小時的時間 就是他讓你免費運作 利用他的server 把你的專案就在他的server上直接執行了 你不用執行程式 這樣運作六小時 那如果你要24小時的 就是你要全天候監測的 那這個他就是屬於付費的方案 就一個月100塊有三個專案可以用這樣子 就是24小時 就是他目前會有一些收費的機制 雖然都不算很貴 但是就是說 因為畢竟這個要server的資源 所以在這裡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看怎麼建立專案 請從左上角 有沒有一個加號 從這邊 你就按一下 他會先問你你們家的專案叫什麼名稱 這邊你用中文英文都沒有關係 就是你自己方便辨識而已 所以我在這邊 加進來按新增 按下去 請問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有沒有跟你昨天用的一樣的 他就是這個動作 一定要先新增專案 不像我們昨天免註冊的 直接進去就馬上用 好那你用了之後呢 已經進來裡面了 只要你有做任何的更新 比如說你看我把它丟一個進來 你有做任何的更新 他在上面會馬上就幫你做儲存 有沒有 你有做了新的功能 好比如說我再加一個 你注意看一下上面這裡 你只要停一下有沒有就馬上儲存 好所以 跟我們在體驗版模擬器 有新版本你要重新用按一下鏈子 不一樣 這個 網址都是唯一的 專案也不用再增加 他就會做 那如果你想分享怎麼辦 你看我們回到剛剛那邊 回到這裡 剛剛那個他已經開個新的頁面 你回前一個頁面 我們剛剛不是在這裡嗎 對不對 你的那個專案的這個管理的介面嗎 你今天要分享 你可以把這個檔案勾起來 有沒有上面有個分享 甚至你要複製 或者你要編輯他的名稱 都在這裡 比如說我要分享按下去 好他就可以說 你要跟某一個使用者做分享 好不好 你要指定的 還是你要完全公開的 所以完全公開你應該知道意思 別人可以搜尋的到 哪裡可以搜尋 你看左手邊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公開的專案 你就可以用關鍵字去找 在左手邊這裡 那麼如果你想非公開的 就是只有人家知道這個網址 才能夠正確的進來 跟Google雲端硬碟其實都一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是他建立專案 跟分享的方式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那麼我們稍微看一下 既然我們有提到說他有比較多功能 你來看看左手邊 他增加的功能都在左手邊這裡 你會發現 開發板這邊還多了什麼 IO角位 然後呢 你看發光元件 有沒有發現多更多 我們外面沒有什麼七彩的啊 OLED啊這些沒有 你看環境的輸入輸出 還有條碼機搖桿有沒有 電子棒秤紅外線的有沒有 冷氣的是不是都在這裡 還有 我昨天有demo那個MP3播放也在這裡 那你再往下看環境的偵測 哇更多 PM2.5也在這裡 然後呢 還有什麼土壤濕度 這個三軸加速器這些都 還有顏色電子螺盤 電子螺盤就是我們GPS 對不對 然後再來無限感應的 RFID GPS GPS 那玩具馬達更多 他還這邊有職員樂高 對不對 這樣你就看到比較多 那資料庫的部分 這裡 最主要就是增加了Google試算表 這樣有沒有稍微比較清楚 知道 我們到底 註冊版本 跟免費版差在哪裡 雖然他有20個帳號的限制 不過我想你應該都可以勤儉持家吧 哈哈 哈哈哈哈 不然你就 第二個帳號 第三個帳號嘛 對不對 當然你要付費也是一種方式啊 就看你的選擇這樣子 這樣OK 所以對這個介面有來解 中間的操作都一樣 好 中間操作都一樣 所以應該就OK啦 那些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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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那些描述 那些描述 那些描述